一千多年前,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大灾难,五千万人口变成四百万,西近时期五湖居于西近北方,西方的边陲地区对近王朝呈现半包围局面。 由于禁廷的腐败和汉官的贪污残暴五湖,在八王之乱后纷纷举兵,史称五湖乱华,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 该时期自三百零四年李雄和刘渊分别在蜀地建立成国成汉,在中原建立汉赵后衬,前赵时期至四百三十九年北魏拓跋涛,太武帝念北梁,为止可以说中华五千年史,相信没有比这三百年更加黑暗的岁月近十央央五千万人口。 在这次动乱中最低时锐减至四百万难以想象,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三国时代中华动乱。 然而曹操仍可以在谈指一挥间,收服乌还诸葛亮活捉梦或如探盲取物,东吴将势力扩张至台湾,可是为什么到了后来胡人,却可以轻易入侵中原这里?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官员录取制度被士大夫、贵族,豪强破坏,官员的录取被其所垄断最终,使得真正有才能的人很难进入权力中心。 二司马延统一中华后,没有彻底下决心对胡人进行打压或者吸收,而是放任其发展三,进开国之后,社会风气深迷皇帝不仅没有进行打压反而助长这种风气,而且在立太子时不够用心,使得后来的皇帝昏庸朝政内,混乱不堪,国家政府机器无法正常运转。 四,在统一中华过程,中进大量使用胡人兵马,虽然意在削弱胡人力量,但不够重视其战力之恐怖在这场战争中,表面上进虽然统一华下实际战争受益,但是胡人并且在这场战争中,胡人从进的那里学会当时先进的冶炼锻造技术和军队运用方法,这让其战力有了质的飞跃。 五,晋朝时表面虽已经统一中华,但是由于其制度缺陷,国内仍战乱不止如巴王作乱放反,晋朝虽然结束了在中华大地上的三国征战,但是又开始了自己的内战。 而且,在司马延死后后被子孙没有治国之才因此,即使外敌入侵晋朝,也丝毫没有意识到晋朝国力在内耗下渐渐衰弱。 胡人开始入侵中原,已经为内斗耗尽经历,的中原王朝明显不堪一击于是,胡人便在中原大地上陆续建立数个不是汉族,主导的政权笔者这里所说的胡人,主要是指匈奴,鲜卑,杰,乡,敌五个少数民族的大部落。 鱼姨附于他们的小部落,最终面对胡人的入侵晋朝一败再败,无奈难迁,只能以长江作为天然屏障来防御,阻止胡人入侵的步伐。 可是,这对于遗留在北方的汉人,可真的是遭受了灭顶之灾。 虽然,汉人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各种技术,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严格的组织,和具有很强领导能力再加上没有战略眼光的人统帅,所以根本无法抵御胡人的铁蹄入侵。 整个中原很快便被一族尽数占领自此汉人,沦为了王国之奴。 即使在东晋建立之时,中原已沦放于胡人之首,虽有中原汉族阻替,刘坤等名将带领华夏民族进行绝地反击,也终因为寡步敌众而惨遭失败胡人,在占领北方后将汉人当作牲口一样。 有些变态的人甚至将汉人放在猎场,又来给胡人权贵当作猎物般随意的猎杀取乐,甚至还有更加丧心病狂的人在五湖进行割据战争, 那时候不仅把汉人当作奴隶买卖,而且还会被集中送往前线当作军粮给节族战士去使用。 这些事让笔者想想,当毛骨悚然,后被冷汉直流曾经,汉人幸福生活的那片中原大地。 如今已经沦为了人间地狱,汉人在那里的地位有时,真的连猪狗都不如在百余年间里。 北方各族与汉人在中原地区建立起的国家多达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不同。 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湖十六国不过,后来北方中原被少数民族建立起的前秦所统一中国由此呈现出南北朝特征。 此时迁居南方的爱国将士,并没有忘记顾地他们每每以北伐中原,收复师徒为己任东晋与胡人的战争十六国之间的厮杀,使得这一段时期战乱不断。 中华百姓更是流离失所,像扶平一样,到处漂泊在这场沙伐,中和淮地区成为了南北交战的主要战场。 整个中华大地被分成几十个诸侯国,而对于各诸侯王来说,即使在各自的诸侯国内拥有极大的自由与权力但是,他们还是更加的贪心丝毫,不去想如何与民修养生息,只想着往外扩张领地,以用来增强壮大自己的实力。 即使历史上晋朝统一了天下,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工业但是史书对晋朝的记载也只有数笔而已,正是因为它的挥庸无能给整个华夏民族,带来了净乎王族灭种的灾难。 对于当时的汉人来说那片历史是在血雨泪中度过的笔者认为,这不仅是汉民族的一场灾难,更是对文明发展的一次毁灭打击。 如果没有人民以铁血手段驱除了胡人,我想汉族也就亡了。 这场动乱最终在581年深有胡汉血统的隋文帝阳间建立隋朝589年灭亡臣朝的方式,结束了这段中华大帝上历时300多年的杀戮和分至参考资料,五胡十六国汉人的最大危机,既说两近南北朝。